如何用语言非常适当的表示爱而不尴尬 你以为只是语言问题吗 有时候还有语气问题啊 有场合问题啊 比如说最常表示爱就是三个字啊 我爱你啊 还有什么 我想想 你爱我可以有几种说法 你比如在忙 亲爱的你爱我吗 我爱你 你真的爱我吗 我真的爱你了 烦了 不是语气问题吗 那个字打出来都是我爱你 还讲我真的爱你啊 不是吗 我们那时代人是不流行讲这种的 这太 太娘娘腔了嘛 讲我爱你 人家说你爱我吗 你觉得呢 对不对 我不爱你我还坐在这儿嘛 对吧 所以适当的语言还包括语气 你不要很猥琐地跟人家说 我爱你 这听起来也怪怪的嘛 对吧 正正当当 正正经典 你真的爱一个人 对吧 你就爱他 就说嘛 好好的语气 但对方会不会爱你 回来你就不知道 日本连续剧一直有啊 男方或女方对跟对方表白说 好きです 对方说我爱你 我喜欢你 对方常常就说 分かりました 我知道了 这是对话课本里面该有的对话吗 对不对 我那时候说这日剧 我的学生就拿了他的iPhone 那时候iPhone刚出来 老师你错了 这是美国人说的 我说谁 Star Wars里面 Hans Solo 跟那个Princess Leah说的 我是新战民啊 这等于侮辱到我了 你知道吗 我说哪有 他就拿出那个影片给我看 他的iPhone画质非常好 然后他们在逃难 Princess Leah说 I love you Hans Solo I know 然后就这样 所以我就错了 现在教书很困难的 学生带着手机 现在你知道 为什么老师都不让学生带手机 避免他发现你讲错了 所以我上课都叫学生 手机打开啊 老师讲错 你马上就知道 对吧 不必错15分钟 不必错50分钟 这样你的脑子就50分钟细胞受到伤害 懂吗 老师讲完课 课堂都可以写 在这个课堂里面 没有任何脑细胞受到伤害 懂吗 好